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后两岸沸腾 网络炸锅 台湾疫情指挥官王毕胜表示 事实是武汉传播新冠病毒 已造成近7亿人感染 700万人死亡 是人类大灾难 台湾民进党痛批 马未拍习近平马屁 禁替中共防疫歌功颂德 替世界罪人开脱 齐心可诛 网友也对马总统的言论纷纷吐槽 中央社3月30日报道 当天上午马英九突然更改行程 去参观武汉市档案馆的抗疫展 在马英九办公室前一天提供的参访行程中 原本没有这一计划 公开的视频显示 武汉抗疫展馆内满是吹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部署抗击新冠疫情的内容 而马英九则毕恭毕敬地看着 展示墙上习近平的照片 聆听讲解原介绍 参观后 马英九接受媒体采访 马英九表示 突然来参观抗疫展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他还说武汉疫情初期控制好 没有大幅的向外扩张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让他感到非常敬佩 武汉疫情于2019年底爆发 随后迅速传遍全球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截止2023年1月5日 全球累计报告 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6.57亿人 死亡病例数超过667万人 目前病毒仍在不断变种 马英九相关言论传出后 两岸沸腾 网络炸锅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王毕胜表示 不知道马所说的贡献点在哪里 不过有个事实跟大家分享 疫情从武汉开始传播到全世界 已造成近7亿人感染 700万人死亡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数字还远远被低估 而且疫情持续三年半 对全球的健康经济文化等很大的冲击 我是不明白 贡献 但我知道这是人类的大灾难 这是确定的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分析 马英九的这种论述的方式 或许符合中共的胃口 但是在台湾一般民众的心里 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 全世界这笔账还没有跟中共算 马英九就过去给北京背书 他的这一套话语明显是在迎合习近平 若不是中共在一开始时 故意隐瞒疫情 整个世界也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中国国民党则发声明回应称 马前总统的谈话 是表达对武汉抗疫前线医护人员 牺牲奉献的尊重 以及对当初武汉民众的经历的致意 不应该政治化解读 自由亚洲岳阳采访两名武汉当地人 是否认同马英九所言 他们暗示被监听不能多说 其中一名人士说 过程都明白在那里 全世界那么多人受到疫情的损害 那还说什么呢 不能说什么 在网络媒体上 一位中国网友留言 直到今天的一席话 对马英九曾经的最后一点正面观感 荡然无存 马活脱脱的一个民国 两讲威权时期穿越来的脑子 一个美国大学博士毕业 21世纪台湾8年总统任期的人 满脑子竟然是上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威权逻辑 叹为观止 大批中国网友批评马英九为中共政权唱赞歌 马英九难道没听说过李文亮吗 他和另外七个医生 可是在武汉封城二十多天前就被训诫的 延误那么久 反倒成了功劳 武汉封城 封住病毒了吗 封内不封外 让病毒传遍世界 怎么能这样昧着良心说话呢 中共先放毒 然后仓势当喜事办 防疫竟然成了对人类的大贡献 那新疆整栋居民楼居民是怎么被锁死烧死的 上海北京与武汉居民为何要返封城 马英九此刻去大陆 就是做人家的统战骑子 当人家的传声筒 有些话人家不方便自己说 而出自马英九之口就不一样了 马英九 拖面自干的精神 令人佩服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早在蔡英文出访前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已踏上了大陆技组之旅 互别苗头的意味浓厚 分险是表示 中共刻意安排马英九访中 旨在反制蔡英文访美的效果 并行诉两岸交流的统战样板 不过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支持马英九此时访中 北军此举恐招致反效果 针对蔡英文下榻酒店外出现的抗议事件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长蔡明燕30日表示 根据情报显示 中共以每天200美元的价格收买黑帮分子抗议 美方已提供相关情报并协助维持秩序 香港清卉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静文分析 国民党和中共走得太近恐造成反助选的效果 习近平当然想影响台湾2024总统大选选情 但能否受效现在言之过早 而且马英九早已退休 政治影响力已大不足前 虽然台湾多数人都支持马英九的反战 但如果台湾取得和平的条件是要向中共投降 这也不是台湾人能接受的前提 此外 3月3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武汉会见马英九 宋涛也是马英九此次访问大陆以来会见的中共级别最高的官员 据官媒报道 宋涛首先转达了习近平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 不过马英九并未对宋涛提到 他在台湾多次主张的一中个表 也未说明他主张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而非北京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宋涛在会中避开了统一一国两制及台湾方案等字眼 有人好奇在中共两会上投了主席的反对票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过 他就是投了毛泽东反对票的张东孙先生 我们新一期的神旺故事说的就是 敢于投皇帝反对票的张东孙先生的悲惨故事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社交网络最新消息 多个网友爆料收到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3月30日报纸的紧急停投通知 通知要求已停投报纸要就地封存销毁 如果已经投地必须将名单上报 对于这次停投销毁事件的具体原因目前不明 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 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 除非发生重大宣传事故或出现重大变故 才有可能紧急停投销毁 据来自社交媒体推特上的消息 网友曝光了一份通知截图上写到 人民日报3月30日报纸紧急停发停投 以停投报纸要就地封存并销毁 以投地部分不予收回 停投报纸将充饮重发 请立即通知分发投地部门 做好停发停投等工作 当日停发停投并销毁数量 请于3月31日报文传部 按照上级要求本次停投报纸 请严格按通知处理 不得流散社会 不得对外宣传 另外一张通知截图写到 紧急通知所有人 接到省公司通知 3月30日的人民日报 请立即锁鼠各投地部 停止投地就地销毁 报社将重印下发 如果已经投地 交名单上报 推友们纷纷留言 发生了什么事 想看看什么内容 除了写错 梁家和博士 其他人根本不会往回收 这一天的报纸 绝对有劲爆内容 是不是透露了什么 不该透露的情报 一批人要倒霉了 对于该事件 万维读者网将继续关注 后续的消息 批判社会现象的 大陆网红歌曲 《阳光开朗孔一己》 流行一时后 迅速被中共当局全网封杀 这首歌曲到底讲了什么 又为何会被封杀呢 自由亚洲报道 这首本周开始出现在 多个中文设媒平台的 网红歌曲 《阳光开朗孔一己》 现在在大陆的设媒上 已经很难找到踪迹 记者在知乎上 找到网传作者 鬼山哥的账号 其账号名称下边 有一则注释显示 该用户处于禁言状态 但在3月27日 鬼山哥发布了一个贴文 知乎也把我封了 这是要把我赶尽杀绝啊 微博抖音等平台 也对作者鬼山哥的账号 进行了封禁 目前这首歌曲 在推特和YouTube上 还有各种版本的视频 从这首歌的歌词中可以看到 作者主要是抒发 对当前中共国社会 现实的不满 例如 骆驼翔子之所以死 是因为他拉车不够努力 鲁迅的每一篇文章 都碰了不能碰的话题 陈上吴广的日子不甜 是因为不能脚踏实地 既讽刺了言论的不自由 又回忌了中共官方 对青年就野难的一些说法 中央社报道 鬼山哥前不久曾发文说 自己失业已久 母亲住院 让他负债累累 出去送外卖 又把别人的车刮花 是在积怨下 才完成了这首歌曲 鬼山哥的这首歌曲 在网上流行后 可以看到网络民意 对这首歌 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一名推友写道 一声叹息 只有这样的震怒和不甘 墙内只允许两种声音 净若寒蝉和高喊盛世爱国 另一位推友则说 歌词里万个的旧社会 是真的讽刺 祝福这哥们早日脱离苦海吧 资深难保的我们 属实没法帮忙 对于当局的网络封杀 鬼山哥似乎并不被动 他在B站的账号动态中 置顶了一个小号 名为阳光开朗鬼山哥 当天还发布了一个视频 阳光开朗孙悟空 完全沿用了 阳光开朗孔一己的曲调和句式 只是主角换成了 大闹天空的孙悟空 歌词最后一句写道 正义是我的倚仗 失败是你的下场 好了以上是本期望违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